全油管最快新闻,湖北早阳市一名男子8月17日沿街砍伤多人,被警方成功控制。 行凶时,一名附近药店的男店员勇敢出手,用茶水泼向行凶者,随后再用铁桶砸中行凶者,行凶者才停止行凶并逃离现场。 据目击者称,行凶者并不正常,幸好有勇敢的店员及时出手相救。 受伤的女子已给予治疗,无生命危险。 行凶者被控制后被送至医院,伤者也已送医。 警方正在调查详细情况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